我还一直打车 你看看 开始了开始了 民众之急 前方公车跨越双黄线 一度逆向随后又猛力拉回 行车路线飘移 后方车辆乘客目睹夸张行车路径 直接下车提醒司机 太夸张了 逆向太夸张了 这样开始就很危险 民众将画面PO在网络社群 立刻引发讨论 而敏感的是这辆公车又是聚业客运 业者赶紧澄清 公车疑似逆向 业者强调当时司机迫于无奈 并非刻意蛇行 有一步客运疑似违规跨越双黄线之情形 本分局尚未接获相关报案或检举 如违规跨越双黄线 可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之罚缓 公车行车安全成为火线话题 台中市长卢秀燕一早亲自到文新路与中青路口试查 再度说重话 我们这段时间会强力的执法 那所以过去不好的这些驾驶习惯 包括超车 包括蛇行 任意变换车道 尤其是不理让行人的话 我们都会重罚 最终不排除收回路权 卢秀燕喊话 公车不理让行人重罚 最终收回路权 同时强调公车大执法专案 会无限期延续下去 直到改善为止 明日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明示新闻网